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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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一般的学校就读的时候 特教老师都不会手语 不是我说一定要求特教老师一定要会手语 希望让我们听障声得以再从小是能够口语的训练 跟手语沟通的训练 尤其我们听障的孩子 这是我希望的双语教育 如果没有双语的教育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真的很难融入社会 我发现在特教的那个教育当中 在大学里面有教育这个组 但是针对我们听障文化 農人文化 農文化这方面的教育 是完全没有的 在也没有要求我们特教老师起从组的要修习手语学分 所以我们希望要求以后教育部可不可以在 我们只要是有教导听障声的老师 他主修里面应该要有12学分 针对于农人或手语的教学 为什么是12学分呢 我们在培训手语翻译人 大学手语翻译学完之后 马上手语就学两年的时间才有可能 而且还要再加上实习 所以这样子的培训的时间 把它引用到农教育的学分 学手语 包括农人文化这些的学习 可能在12年可以修完的情况之下 可以具备基本的基础 那常常说我们什么事都可以自己等 只要给我们世界上的协助 我希望从市北教大毕业后回到起民学校当老师 原本打算修习特教学程 不料失陪中心却无视于我 未能获得充分的特教服务 只因成绩差而拒绝我提出申请 当二开始我到特教系自由审修 目前已经休息33个特教学分 却因没有合理的身份 无缘参与大肆的特教育教学实习 校长从打算为我召开个案会议 讨论是否承认我为失陪生 会议却无疾而终 让我觉得很遗憾 那我们到了学校去 我们知道我们身障孩子 他的个别化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他需要很多的人力的协助 比如说智障的朋友 他可能手都举不起来 那么他必须要有人协助他去拿东西 那智障的朋友也可能是需要 上厕所需要人员 刚刚也听到聋人朋友 他们是讲到了 他们需要手语翻译员 听打语员 这些人 这些人力的资源 但是我们在特教法里面 我们把特教学生所需要的三种人员 已经定出来了 第一个特殊教育老师 第二个专业团队 第三个助理人员 但是我们在特教执法上面 我们却把助理人员改成教师助理员 他的定义变成教师教学 协助教师教导学生 我们认为协助一个身心障碍者 一种障别所需要的人力是不一样 他必须受过专业的训练 他必须登入人才库 他必须每一年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实程的训练 所以说我们现在非常严正的是指明 我们必须把教师助理员这一个名词 把它证明成特教学生再学助理员 我们第一个 这个是一个观念的启发 第二个是人才的分类 第三个是人才库的建立 所以说我们认为特教学生再学助理员 这个制度是必须要落实的 你知道现在在学校里面 很多的辅具它是个人化的 当他需要的时候 他到了学校来 八点钟到了 从他个人的辅具换到学校的辅具 然后下午四点钟五点钟放学的时候 他必须要把 学校的辅具还给学校 使用社会局给他的一个辅具 然后寒暑假的时候 他的教学的没有办法带回家去使用 试想一个身心障碍者 他的学习是可以中断的吗 试想一个身心障碍者 他的时间 他可以被切割的吗 所以说这些都是因为制度上的限制 把我们孩子的学习限缩在某一个角度 所以说我们家长 非常关切这个问题 希望教育部 做通盘性的思考 而不是说片段的思考 希望能通议全省 或者全台湾地区的学校 都应该去考量身心障碍者辅具需求的连贯性